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包包 今天我们测评的是Cobie编号为2515的二战英军萤火虫中心坦克 那么这个是2019年发行的 和之前我们测评的美军M4A1一样 都是2019年同期发行的 那么这款的话有500个零件 两个人载 那么零件数量上和人载数量上都要比M4A1有所提升 那么这个不是诺曼底登陆的一个主题了 从背景上你可以看到是有荷兰的风车以及降落伞 很显然这是二战1944年9月份花园市场 或者说市场花园作战的时候 这样一个主题 那么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一台萤火虫它的具体的涂装实际上 反映的是波兰军的这样一个装备 因为我们知道二战 后期波兰军他很多都是我们说的是加入西方阵营的这个波兰军 他主要用的是美式装备和英军的装备 在战斗上主要隶属于英军 那么除了非常精美的反映这个市场花园作战的封面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背面的话一如既往的有武器信息 车辆信息啊这都历史信息 这都历史信息历史照片以及我们说的啊 玩法 这款同样有数据卡啊 数据卡上你可以看到是波兰的标记 可惜现在现在新的产品数据卡都是不是这么一张头的了 而是印在说明书的背面了啊有点遗憾啊 这是当时的说明书非常简洁明了 背后的话还有啊当时的一些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完成品吧 首先从体积上来看啊和我们说的美军啊 标准的M4A长度宽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啊 虽然M这个萤火虫应该是M4或者M4A4的底盘啊 但基本上和M4A的造型差别不大 主要的区别在于M4A是圆弧形的这样一个铸造的这样一个车体 M4A4或者说M4的这样一个萤火虫底盘呢 它是比较直角的啊比较直的这样一个 而并非圆弧形的这样一个设计啊 那么这在模型上啊已经得到很好的体现 炮塔的话可以看到和M4A的话相比呢 主尺寸差不多主要是后部啊我们说的一个应该是对讲机或者说是一个呃应该是无线电设备的一个收纳啊 啊当然这个这一块呢也可以抵消前部的啊长的17磅炮的这个后座力 这一块印刷件也比较多 这边有非常多的标记啊 两侧也有标记 遗憾的是 舱盖上没有啊 因为M4A舱盖上这边啊是印刷件啊但是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后边的话也有啊引擎上部啊有一个这样一个标啊 英军的标记啊可以把这引擎打开看到里面的啊浅灰色的由零件组成的引擎啊到了这个时候 科比已经开始设计一些可以组装的引擎部件你可以看到细节非常不错啊不再是以前的统一的一种银色或者银灰色的一块零件啊 那么这边还有啊战术标号啊可以看到两侧都有啊细节刻画还是非常不错 那么这一款其实履带也是非常顺滑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阻碍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反映说这个履带都很卡那但是我这边至少M4A和引火虫都是非常顺滑的 那么这一款的话人载啊因为是波兰军的这样一个主题所以两个人载也其实都是波兰军你可以看到特别是这个机枪手啊 他的这个臂章上啊你可以看到写的是Poland啊 那么当然实际上他的本体就是一个英军士兵只不过是加了一个标记啊就变成波兰士兵了 当然这可以理解因为制服上本身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那么这一块也是的啊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贝雷帽上啊啊你可以说是一个英军的坦克手啊 然后贝雷帽上印那个波兰军的标记啊就变成波兰军的这个坦克指挥官了啊 这种设计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啊至少不用完全和英军一样 所以这个设计的话我觉得啊还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两个人载在当时还算比较好的 现在这种中和可能只带一个人才啊 你像M4A就只带一个人才 所以从性价比上来看的话啊 我觉得这一款萤火虫啊要优于啊 之前我们测评的诺曼底登陆版美军M4A 因为零件数多了20个人才多了一个 价格的话基本上也没太大区别 我这款亚马逊上购得的应该是280元人民币啊 再加一些税费啊 总价应该不超过320元 从现在的眼光看的话还是非常超值的 好 萤火虫这一款COPY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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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